白羊座今年的焦点 很多时候都会放在事业上 事业上真的很精彩很热闹 因为一方面有很多的压力和挑战 尤其是上司对于白羊座朋友 不知为何就特别刻薄或者特别高要求 令到白羊座觉得很辛苦或者很大的压力 不过同时间因为吉星木星 也都在你的事业工里面 所以白羊座的朋友 今年也可以在艰苦之中找一些机会发挥 而且有机会升职 不过升职得来压力或者要负担的责任是特别多 所以可以说是有危又有机 很辛苦但又会有机会 所以白羊座今年都要努力一点 财运上因为有一个天王星的影响 所以就比较财来财去 可能你会有突发性的开支 你自己没有预料得到 但同时有机会什么呢 有些突发的收入都不顶 可能中奖或者突然有人 他借了你钱你以为他不还 他突然还钱给你 所以那些钱是会突然间来突然间去的 这一件事都要留意一下 白羊座因为今年焦点就放在事业上面 所以在爱情方面就有少少平淡 但有一件事要注意 因为今年有一个我们叫特别受伤的海龙星 在白羊座里面 所以会令到白羊座平时很有自信心 觉得自己很棒 或者很有魅力 你快点来追我吧 但今年白羊座有少少 死吧 我好像不太好 会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就会打击了一些自己的自信心 影响了你的爱情运 如果已经有伴侣那些 也都要小心 你会觉得对于别人所说的东西 会太敏感 可能会觉得他是不是说我 他是不是不喜欢我 会这样去思考 但其实别人是无心之失 或者别人根本的意思 就不是这么说 是你自己想多了 或者常常处于一个受害者的心态 都会影响了你和伴侣之间的关系 因为同时海龙星也代表受伤 白羊座就对应头部 所以白羊座的朋友可以注意一下 头部容易受伤 或者是什么呢 或者是头痛有这些问题 所以在这个部分都要注意一下 金牛座的朋友 其实可能由去年开始 已经觉得运势或者自己的生活 有一些很翻天覆地的转变 因为代表了突然变化的天王星 进入了金牛座 金牛座本身是一个很稳固的星座 所有东西是要有计划 不想有任何改变的 但天王星就好像突然地震 或者被雷劈那样 将东西180度去作出转变 或者是推翻了你现在所做的事 所以金牛座的朋友今年可能在事业上 会有一些很不同的新尝试 例如如果你想转工的 转行的 甚至是做一些自己完全没做过的事 都可以去试下 但是因为金牛座本身 个人不太喜欢改变 所以在心态上是要调节一下的 另外金牛座的朋友 如果今年有打算去外地 无论你是想读书 或者去游学去旅行 其实今年很多星就聚焦了 在你的进修和旅游的工位 其实带你今次去旅游或者进修 就不是纯粹去玩 或者是很享乐式的 其实可以是有一些提升自己的实力 或者你自己的技能 例如去上一些课程 又或者去一些你觉得 如果我去了这个地方 我增广见闻 我可以多看了很多东西 是抱着这种角度去 那你的收获就会更丰富了 其实金牛座因为有个天王星在你那里 所以戀爱上平时很稳定的你 今年其实你个人 是有点变得比较不羁 好像狼子那样 觉得我不想被人困住 或者我想试试一些新鲜的暖情 或者一些我从来没试过 那类型的对象 今年很想试试 金牛座今年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所以是挺刺激和新鲜的 另外可以留意 在九月至十月期间 因为火星会在伴侣宫逆行 这段时间可能有机会 遇上一些旧情人 或者一些你曾经喜欢过他的人 没什么机会发展 但又重新再出现 那你就看看想不想旧情伏次了 双子座的朋友 其实今年就要注意一下 因为在事业上面有个叫海王星 影响了你的事业功 其实平时双子座做事 是有点粗心大意的 有点粗疏的 再加上海王星 就很容易在事业上 经常出错 或者发生了一些问题 而搞到一些事情很混乱 另外也要留意一下 就是你的名誉地位 在事业上 你的名声 可能会有一些所谓 人家的谣言 或者是非影响了你 这方面双子座自己 就要注意一下 至于爱情云方面 在下半年的时候 日月食就会发生在双子座 和你的伴侣工人马座 所以在关系上 会有很多转业点的出现 譬如你假设你是单身的 你可能会有机会 有新的暖层出现 又或者反过来 你已经在拍拖 但里面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一直都没有去理会 这个日月食就会把问题带出来 令到你必须要去面对 另外就是一些行星 影响了你的亲密关系 亲密的意思就是 当你和一个人 可能已经拍拖了一段时间 大家的感情是比较亲近一些 开始可以将一些 内心的说话跟大家分享 或者是感觉是close一点的时候 就开始多了一些疑惑 疑心 经常觉得对方是否对我真诚 还是说这段关系是否真的 会有很多这样的想法会出现 所以今年的考验 就是对于亲密关系 或者这种亲密感上的一种考验 所以双子座其实最好 可以和你的伴侣开心见诚 说回你内心的感受 就算有些事情你觉得 好像很羞 好像很羞 都不介意和对方分享的时候 代表了你的关系 就可以再上一层楼了 在财务方面 双子座要特别留意 如果你有些钱 是和别人有些瓜葛的 什么意思呢 譬如你借了钱给别人 又或者你和别人合作做生意 那些钱不是全部属于你的 在这方面要特别留意 可能里面是会有一些问题发生 甚至会影响你的债务状况 所以这方面 就要自己计清计错 小心一点 巨蟹座的朋友 其实在事业上要特别注意 不是你份工本身 而是人事上的问题 因为海龙星在你的事业工 亦都代表了你的上司长辈 特别容易会觉得你的上司 常常都不认同你 或者批评你 挑战你 所以自己要努力多些 去争取一个表现 令到上司对你零眼相看 另一方面 如果巨蟹座的朋友 你是想转工的 不妨试一下一些 较为另类的职业 是一些可能你自己 从来没想过 我可以做这些工的 可以去试一下 因为这个海龙星 也代表了另类 如果你向这方面发展 是可以有一些好些的机会 或者有一些新的尝试出现 巨蟹座 可以说在12星座里 今年的爱情云 是最丰富的 最热难是他的 因为首先 一个木星 叫吉星在你的伴侣工 所以如果单身的朋友 今年的机会会很多 会多些机会 去认识不同的新的对象 或者去跟人家有多些互动 看看会不会有些人 是特别适合自己 如果你已经有另一半 或者是拍拖 想结婚的 其实今年是可以再进一步 就是说大家可以 为未来作多些打算 有承诺 或者订婚 结婚 今年都可以规划 所以巨蟹座的朋友 今年的爱情云 都挺丰富 都挺开心的 另外巨蟹座的朋友 可以注意一下你的朋友圈子 或者所谓的社交运 其实巨蟹座一直都很关心自己的朋友 如果你当了某个人是你的好朋友的话 你实际上当他是你的家人 但是因为今年的朋友圈子 会有多少的改变 或者变动 可能有些朋友你觉得 真的跟他谈不迈了 要疏远 或者有些很好的朋友 跟你有些争执 有些不开心的事情发生 所以可能都会影响了你的情绪 但其实都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今年在社交圈子里面 会有一些变动 有些旧朋友可能会离开 但也会有些新朋友进入你的圈子里面